嗨大家好我是小曲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關於 西魔之安卡片的我個人的一些比較詳細的看法 那首先呢它的隊長技能呢只能放水光 然後它的這個攻擊力是沒有問題的 絕對是超過100倍 加上機械組特性的話可以達到200倍 然後血量也是可以輕鬆達到4-5萬 因為有這個血量加成 那炎鳥這個也很好 那唯一的缺點呢就是 它沒有回復的手段 那機械組最好的回復手段就是腐敗 那腐敗的話是沒有辦法放入這隊裡面的 因為這隊只能放水跟光的機械組 所以呢它當隊長的話我個人覺得 除了暴力就沒有其他的優點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比較適合拿來當隊員 那它當隊員有一些比較多的好處 譬如說它放在愛因斯坦隊裡面的 大家知道愛因斯坦的隊伍技能 只要投尾愛因斯坦的話 進場呢這個機械組的CD直接-3 大家應該知道這個吧 那進場的話西魔就會變成CD-3 也就是它三回合之後開技能呢 那隊伍裡面的水光機械組成員呢 行動值提升至100% 不過愛因斯坦裡面應該會組比較偏水啊 所以西魔在愛因斯坦隊裡面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屬於 常駐型的增傷角色齁 它把它放在愛因斯坦旁邊呢 讓愛因斯坦打出去的傷害 可以再提升2.5倍的一個增傷齁 另外呢整版這個機械組服石對愛因斯坦來說 也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增傷齁 這個放在它旁邊可能這個傷害 一定會很扯 那這隊唯一的問題呢就是 因為愛因斯坦可能會每回合都降水珠嘛 所以你的版面上呢 不一定每回合都會有光珠可以讓你手銷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啊 但是這隻如果放進去的話 這個傷害肯定是很誇張的 可以放在愛因斯坦裡面 那也可以放在達爾文配切莉略裡面 那放達爾文配切莉略裡面的話呢 它就是旁邊要放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機動要塞 毀滅者這張卡片齁 把毀滅者 毀滅者本身是7.5倍的界王嘛對不對 那7.5倍的話 再加上這個 它的2.5倍 就是18.75倍的一個常駐界王齁 那每回合還附帶這個整版機械組的符石 所以這也是非常強的齁 那放在這個 呃 達爾文配切莉略裡面的話 也比較不怕那個沒有光珠可以消啦 這個手銷光還蠻麻煩齁 遇到這個 像光電擊啊 然後不能手銷光的這種的可能就會斷掉 這比較麻煩一點啦 但是是可以用的啦 我覺得它的增傷是非常強大的齁 還有結板這個功能齁 整版機械組符石也是很強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放在三藏機械化裡面齁 三藏機械化的話 可能就是配石鑰齁 因為現在光的機械組成員也也不多 就是機械的那個石鑰 那放進去的話呢 它就是每回合齁 只要都有手銷光的話 它整版都會有 機械組符石持續的一個 種族 種族符石 那再配合上這個CDE艾爾莎齁 每回合開技能 等於是你三藏也等於每回合都有這個 兩種的種族珠可以常鑄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是 平砍就是有180幾倍齁 這樣讓三藏這個 最為能夠病的這個平砍 如果說沒有消耗種族符石 剩36倍 就是有稍稍救到一點啦 那它遇到這種所技能呢 艾爾莎不能開 那這樣子就 對三藏來說 可能那個傷害就會變超級爆幹低 那放吸魔的話齁 你只要都有持續手銷光 那至少都還會有 場面上都還會有機械組符石 也就是三藏至少齁 36乘以 這樣子至少都還有81倍的一個 的倍率在啦 所以我覺得它放在三藏隊裡面 我覺得算是不錯用的 應該說很神的一個隊員啦 我覺得 而且機械化齁 還有機械組特性齁 這個如果達到行動值100%的話呢 是非常強的齁 然後 以上呢 就是關於我對西魔的一些詳細看法齁 那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不知道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